民进党立委候选人张美慧的竞选车辆 12月28号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 造成花莲市一名灵性妇人因故身亡 为了负起最大责任 张美慧的竞选团队在第一时间就给予家属最大协助 他也宣布暂停所有公开的选举活动 要全心全力来协助家属智商事宜 民进党立委候选人张美慧的竞选车辆 12月28号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 造成花莲市一名灵性妇人因故身亡 而张美慧也暂停所有的竞选活动 在第一时间前往医院探视 全程陪同家属给予最大协助 张美慧及全体进总团队 深深一鞠躬向社会大众及家属表达最深的歉意 过程当中张美慧速度哽咽 频频擦拭眼角泪珠 表示他会负起最大责任 全力协助处理灵性妇人的后续事宜 发生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非常抱歉 所有的过程 美慧负最大责任 就是给予家属最大的安慰 那其实也没有言语可以形容 来他们的赏筒 但是过程当中 美慧跟竞选总部团队 我们是以最大的诚意 家属需要什么 我们全力的来协助 竞选总部的疏失 我们也记取这与深切的教训跟警惕 那造成社会大众的不安 我们在此也深感抱歉 那美慧的竞选公开的活动 目前也都是全部停止 我们全力的以协助家属来治伤 为第一的药物 竞选总部表示 也有选民持续给予鼓励 希望团队可以化悲愤为最大的力量 把握最后时间为乡亲来服务 取得更多人支持和认同 希望张美慧竞选团队可以面对问题 善尽责任重新出发 也不辜负选民的期望 借学的情华联士报道